接下来追新闻的话题来看看 中国的政经处理处处买雷 不但经济堪率 现在军事跟外交这些人事上面 也传出了有动荡不安的情况 有不少外国企业 包括了美国跟欧洲企业 因为要去风险嘛 所以现在纷纷把投资 从中国转到其他国家去了 在经济上面 中国现在面临了很多资金被转出 那这些企业转出都跑到哪里去了呢 原来最多是转到了印度去 那么其次是转到了墨西哥 或是转到越南 以及转到马来西亚去 这显示其实很多的西方国家 对中国的经济复苏 现在出现疑虑了 对当地的经商环境 也可以说越来越不信任 而其中印度呢 则是因为接受了最多 从中国转过去的投资事业 当然他们的股市也受惠 从今年以来印度的股市呢 大涨了大概有11%以上 而中国的股市反观反而是下跌了 百分之三点六 除了经济环境不稳定 在高阶人士上又有人要消失了吗 而且是中国的军事跟外交单位的高阶人员 现在传出了一个动荡 之前才传出中国的国防部长李尚福 消失了好几天人不见了 中国并没有对此多做回应 但是现在英国最新报道 说美国政府已经确定了 李尚福已经受到调查 而且被解职 那另外还有外交部长王毅 也被认为办事不利 得罪了顶头上司 得罪了习近平 为什么说王毅办事不利呢 还记得之前习近平 他出席了一场这场会议 南非金砖峰会的时候 当时他没有参加工商论坛的时候 有一幕 习近平的翻译呢 被保安挡在门外面 后来习近平自己进来了 他后来站在红毯上面 一直回头很尴尬 因为他的翻译官被挡住进不来嘛 所以有分析就认为说 就是这个时期呢 王毅没有把这个状况处理好 安排的不好 所以得罪了习近平 目前王毅也被冷冻了 只能在家里头写检讨报告 反而最近中国的外交活动 有看到的是 有一位退休的前外长 李肇星出来重新参与了 因此大家就认为说 从秦刚消失之后 再到李尚福消失 下一个要消失的 恐怕就是王毅咯 就算他没有完全消失 习近平对王毅 可能已经不再信任 他也可能随时都会消失的 所以大家才会说 中国的政治经济 还有重大的军事外交的人士上面 现在到处都在动荡 好你看 也戏机长 美好 在新技术上 请不吝点赐 优优独播放